大家好,我是鸟鸟 我是个内蒙人 我的老乡李旦、Ruck和杨蒙恩都在讲脱口秀 所以我想我可能也可以 你们可能看得出来 我的性格特别的活泼 我从小就这样 爸妈为了改变我 让我学了音乐 我学的是二胡 世界上最欢快的一门乐器 小时候大家学的都很高端 钢琴、单簧管、小提琴 只有我拉二胡 很多小朋友嘲笑我 除了我最好的朋友 学的是唢呐 我们立志等我们长大了五六十岁 就在公园里组一支乐队 把那帮学钢琴的送走 他这个字太独特了 感觉他没有情绪 然后像一个推锐一样的那种 我这个性格没有办法演奏特别欢快的曲子 你们可能都听过一首曲子叫赛马 别人拉赛马就让你觉得那些马都活力四射 热爱比赛 我拉赛马就让人觉得那些马 比什么赛呢 每匹马都是要死的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可爱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所以我常常没有什么存在感 刚才在卫生间我把手伸到水龙头下面 都没有水流出来 这是什么破包 我就 我想我早该习惯这种被忽略的挫败了 然后这时候旁边有个人把开关搬起来 水流出来了 我也不喜欢和人打招呼 因为总要说一些没用的话 来了 吃了吗 天气不错 谁会真的关心这些呢 什么时候我才能问一些我真正在乎的问题 比如杨岚老师 你好 我有可能得到您的牌灯吗 哇 Oh my God 哇 我这样的人也很难谈恋爱 因为我很难判断对方是不是喜欢我 书上说如果对方对你有好感 他看你的时候 我瞳孔就会变大 但是我没有办法毫无理由地看别人的眼睛 我就上网查询了 艳光师资格证的报考条件 到时候就来测个同句 大夫我多少度 不重要 你不爱我 有本书叫内向者优势 它安慰到我了 但是没有一本书叫外向者优势 我就安慰我外向的朋友 我说其实你们也有优势了 他说我知道呀 我们的优势就是活得非常快乐 不需要看一本书来安慰自己 我说你知道快乐的人也是要死的 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甚至超过我个人的感受 即便现在我被一只老虎咬了 都很难立刻喊人来救 因为如果没有人救 我只是可能会死 可是一旦有人救 我还得跟他打招呼 哇 这很好啊 这时候如果武松从我面前走过 我都会想 我应该叫他吴老师 还是叫他松哥 如果叫吴老师就太疏远 当然叫松哥又太亲切了 武松可能也想 他身边是不是有一只老虎 但是他没有叫我 如果我贸然地过去 会不会显得我不信任他的能力 头儿个有点危险 头儿个相当危险 非常危险 好像救我会打老虎似的 老虎可能也想 为什么突然这么尴尬 是不是我咬人的样子太奇怪了 我就知道我的虎牙长得有问题 我很想做一个外向的人 因为外向的人就像太阳 热烈 明亮 引人注目 内向的人就像月亮 只要有太阳在 没有人能看得到他 到了晚上太阳休息了 月亮还亮着 因为他在琢磨白天的事情 根本睡不着觉 他在想 我可能还是应该叫他吴老师 谢谢大家 我是娘娘 特有秀去年是火了 你们能想象到吗 就连我这种去年 都能和邓伦同胎 冷静一点 我刚开始觉得没有什么的 不过就是一个男明星嘛 对吧 我呢只要做好我的工作 那天客串一个主持 问他几个问题 讲几个段子 我一定要让他见识见识 幽默女孩的魅力 然后我没想到啊 他太帅了 他一上台我就意识到完了 在美貌面前 幽默一文不值 而且人家这个人很有礼貌 你问他问题 他会看着你的眼睛回答你 我当时就觉得我 他对我是认真的 那天是个直播啊 我妈也看了 连我妈都看出来 邓伦看上我了 开心坏了 就把那个视频转发给我爸 那个视频的封面呢 就是我跟邓伦的一个合影 我爸根本就没有点开 因为他直接秒回了一句 女儿喜欢就好 我没有什么意见 爸爸 我也没什么意见 但人家粉丝有意见呀 当时就发消息给我 说 什么垃圾主持人 普通话都说不好的丑八怪 还敢给哥哥递话筒 收给你打断 其实我自己也追星啊 所以我很能理解 他们那种心情 但我还是有一点难过 我回去广州以后 就跟我同事抱怨 我说哎呀 他们说我是个普通话 都说不好的丑八怪 我同事气坏了 他说哈 雷普通话还不好啊 你们发现了吗 我今年非常放松 都已经敢开始议论男明星了 那帮人还想着挑战我呢 天真 他们都不知道啊 我今年呀 在我那个汽车公司的市场部工作 工作内容非常简单 就是当甲方 手上的项目呢 也不多 最近在谈的就是 透球大会的赞助 早讲啊 解决我的心 顺利的话啊 我打算在那儿 挂我们公司的logo 好 我来在那儿 给我自己加个座 对吧 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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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打算挑战我 哎呀 赶紧想想怎么在段子里 给我加广告吧 我这个甲方的要求很低的 可以硬广 但一定要硬得自然 可以吐槽我 但是要 明扁暗保 哎呀 到时候就站一排 挨个给我讲一遍 我就看着 我就不笑 我都想要怎么点评他们了 哎 就是仨词 学会你就可以当甲方 这三个词 可你让你什么都不懂 就否定乙方的全部 对吧 而且我以前就觉得 甲方好像不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 当了甲方以后想通了 就是想要恶心你 我觉得我还参加什么 偷围赛 我觉得那个座应该是 给我留的吧 应该直接保送的吧 我都这样了 哎呀 但是我怕李丹劝我 说 小慧老师 还得麻烦你来走个过场 要不我们这个黑幕 不好安排 我说行 那我开个车 上来讲五分钟广告 差不多了吧 哎呀 他说你不讲段子 我怎么拍灯呀 我说小李呀 不拍灯没关系 我就撤资呗 话说成这样 我一定要赞助了 你知道我每天 给我领导发消息 我说赞助的事 不能再拖了 再拖我这总冠军 都要给你拖黄了 他说不至于吧 咱们谈个赞助 又不是谈收购 再等等 我说等啥呀 你等我淘汰了 去保送你喜欢的王建国吗 让他带着我谈的赞助 站在我出资的舞台上 拿着属于我的内定冠军 完了还要在工作群里 at我 请大家积极转发 建国夺冠时刻 啥呀 我觉得我等不起了 就这几年 我对公司可以说是 兢兢业业 公司对我真就像白嫖 哎呀 把我调到什么市场部 一开会就问我有什么意见 我说我没有什么意见呀 领导说 对 你有意见也不跟我们说 你都上外面说去 哎领导 我建议你不要挑衅 一个信任你的女人啊 现在我跟你说 我有啥意见 我觉得买车就要买 绿源夜冷电动车 续航百公里 品质保六年 哎反正话我都放出去了啊 你要是不想当赞助商 我就加入赞助商 绿源电动车 你等着收我的简历吧 谢谢大家 小会 大家好 我是周祈默 想跟大家说明一个情况 这一季呢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选手 是杨波 但是他没有走到总决赛 让我非常的遗憾 所以我跟导演组商量了一下 把我第二轮的名额 让给了杨波 让他代替我出战 下面让我们用热力的掌声 有请杨波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好 哈喽 我是杨波 周祈默一直很鼓励我 他说杨波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看好你 这个风格如果你不可以 我也可以 他太像我了 连我都像我 太牛了 周祈默之前 是做出国留学考试培训 是教英语 他帮助很多中国学生 都成功地留在了国内 他虽然教留学考试 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出过国 只去过冰岛 我喜欢你们 很聪明 很聪明 我们继续 周祈默从小就很爱模仿 有一次学校开联欢会 老师让全班同学 挑一个水浒传里的人物扮演 周祈默就选了里面最壮的一个 刘欢 你们可能会想 为什么我对周祈默的过去 这么了解 如果你脑子里有这个疑问 那可能是你傻 因为他在扮演我呀 周祈默跟我说 他在比完决赛之后 想去跑马拉松 我说祈默 马拉松 你就不用争第一了 因为在我心里 脱口秀 你已经排第一了 不用等 这里没有反转 当时我俩正聊着天 然后 柏阳走过来 他听我俩聊了一会儿天之后说 马拉松 我最不理解的运动就是马拉松 当年 雅典跟波斯打仗 打赢了 然后派了一个跑得最快的士兵 连着跑了42公里 把胜利的消息带回去 然后当场累死了 我不理解的是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所有人的反应 不是人 不要连着跑42公里 会死 这是胜利的极限 大家的反应居然是 要不我们都试试 传个局 你想一想 这个士兵如果在天有灵 每年看到那么多场马拉松比赛 他什么心情 每一个过了终点线的人 仿佛都在跟他炫耀 哥们 这有什么难的 这怎么会死人呢 你热爆了 建国 你怎么来 因为咱们两个是搭档嘛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我就接着不要再往下讲了 其实这个士兵当时已经很了不起了 因为当他回到雅典的时候 他先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胜利了 雅典得救了 然后才倒地死的 证明什么呢 证明他特别懂得什么叫优先级 因为但凡换作是我 呼之带船 跑了这么久回到雅典 我说的第一句话肯定是 水 妈呀 渴死我了 然后啪 倒地死了 就剩下那些雅典人围着我的尸体 在那纳闷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大老远跑不来喝口水 前面打的什么仗 口水仗吗 这个人还是不确实啊 对 就是这个人也是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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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杨本 咱们仨说的差不多了 把舞台还给周西莫吧 周西莫 大家好 我是周西莫 走到这儿啊 已经有很多人被淘汰了 怎么说呢 实至名归 开玩笑 开玩笑 其实虽然有很多人 很多演员被淘汰了 但其实他们是一直跟着我们 走到总决赛的 我给你们解释 比如 如果没有杨博的表演 就没有我今天的表演 如果没有建国成路 帮我改稿子 就没有我决赛的两篇稿子 如果没有Rock 对我的鼓励 那对我也没啥影响啊 有影响 你听他鼓励 你想死你知道吗 加油 我只想说啊 我们这些人不是对手 就像刚才淡总说的 我们不是对手 我们是竭尽全力 相互扶持 做了一场喜剧秀给大家看 我们这些人永远是一起的 我们跟你们也永远是一起的 是喜剧让我们相聚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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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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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大家好 我是黄西 谢谢 谢谢 非常荣幸来到脱口秀大会 刚刚看了这么多年轻演员的精彩表演 讲实话我压力非常大 这有一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感觉 你们真的都太优秀了 真的 但我就想问你们一件事 你们去白宫演出过吗 那次白宫演出是挺成功的 到什么地步呢 连杨岚都想采访我 他已经采访了 对啊 采访我之后 他就不做杨岚访谈录 改做了另外一档节目 叫做天下女人 我特别自豪 因为我以一己之力 让杨岚老师对天下男人 失去了兴趣 后来我那个表演视频 传到了国内 也挺受欢迎 我当时就觉得 中国也能做好脱口秀 所以我13年就回国了 我13年回国的时候 我真的感觉 我比脱口秀还火 其实那时候吧 也有好多机会 有一个投资人 给我投了一大笔钱 让我做一个 线上脱口秀节目 没过多久 他又想把钱要回去 想去投区块链 结果前几天 他又厚着脸皮来找我来了 他说 哎呀 黄西呀 你们脱口秀挣钱了 能借我点不 我还一直在主持一档节目 叫做是真的吧 那是一档部分脱口秀 而且有一部分是生活类节目 里边有这么一个段子 就是我是一个学化学的 所以大家一看我的脸就知道 我拿自己做过实验 挺平常一个段子 但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段子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段子 是当时的一个叫做李旦的编剧共稿的 而且我们还没用 谁能想到我七年之后 李旦竟然成了中国最火的脱口秀演员 我是挺感慨的 你知道吗 李旦 如果不是我当年把脱口秀引到中国 让它在中国发展 就不会有脱口秀大会 我今天就根本没有这个机会 来参加海选 谢谢李旦老师 是这样 这几年吧 很多年轻演员都火了 你说我心里有没有落差 当然有了 大家知道吗 现在周期末 现在周期末都已经是脱口秀OG了 真的 如果周期末是脱口秀OG的话 那我肯定是脱口秀在天之灵了 我到现在还是每年的作曲演 有的时候在线下 遇到一些新的脱口秀演员 还给我翻白眼 觉得我最近没上一些线上综艺节目 没有必要给我好脸色看 但是吧 我对这个事看得比较开 因为我这人是经历过低谷 也经历过高潮 真的 每一个演员的职业生涯吧 都有点像过山车一样 有高潮 有低谷 我就感觉你现在牛就牛去吧 我在低谷等你就好 到时候也欢迎所有的脱口秀明星们 给我供稿啊 谢谢大家 我是黄希 谢谢大家